要说嚣张跋扈的还有下面这位 前几天在四川省的都江宴市 一辆满载乘客的公交车突然失控了 车内有很多乘客摔倒 而导致这一切发生的竟然是车上的一个女乘客 当天下午3点40分 当八路公交车行驶到离堆小区站时 从前门上来了一位衣着时髦的年轻女子 没过多久 这辆八路公交车就行驶到了灌门公路永康小区附近 就在这时 这名女乘客突然向驾驶员表示 自己坐过了站并要求立即停车 此时公交车距离下一站玉堂站只有300多米了 驾驶员劝这名女乘客到下一站再下车 但是这名女乘客根本就听不进去 就在这时 这名女乘客对驾驶员做出了更为疯狂的举动 让人愤怒的是这名肇事女乘客从地上爬起来之后 竟然继续拉拽公交车驾驶员 紧急情况发生之后 驾驶员和车上的乘客立即拨打电话报警 都将一人城市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当时公交车没有侧翻 也没有撞上路边其他车辆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已是万幸 确实是万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